好 另一個部分來關心的是國際間的訊息了 這是西非國家吉內亞爆發了軍事政變 之前消息非常混亂 不確定總統顧德有沒有真的被推翻 但是軍政府呢 隨後宣布實施全國性宵禁 聯合國出面譴責 而政變消息傳出之後呢 首都科納基里可以看到大批的民眾 紛紛上街慶祝變天 很多人是比出了勝利的首飾 欣喜若狂 氣氛很像是嘉年華會一樣 年輕的吉內亞人認為他們終於得到自由 說到吉內亞這一塊土地是擁有非常豐富的資源的 但是卻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政變發生之前政府呢有增加稅收 油價大幅上漲使大家怨聲載道 而總統顧德執政之下 經濟雖然有成長 但是沒有嘉惠人民 可能也是讓這起政變發生的原因 另外在美國的部分 美國總統拜登做出撤軍阿富汗的決定 被認為是非常倉促的 引發了疑問還有抨擊 甚至盟國也擔心 美國對他們的承諾會不會跳票 為了要鞏固中東地區對美國某信心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還有國防部長奧斯丁 6號呢是相繼出訪了波斯灣國家 布林肯現在美東時間5號 從安德魯聯合基地出發 訪問的地點呢包括了卡達還有歐洲德國 國防部長奧斯丁呢則是同樣到了波斯灣 兩個人呢都會向盟國來表示 美國總統拜登決定結束阿富汗的戰爭 是為了更聚焦在大陸還有俄羅斯帶來的安全挑戰 不代表美國就會拋棄在中東的夥伴 而他們將要會晤領袖 將是美方認為在阿富汗局勢當中 扮演關鍵角色的人物 這當中也包括了過去20年 和美國一起攜手對抗塔利班的重要人士 這樣的畫面呢不知道如果真的發生的話 會是怎麼樣的場景 來看看這個弟弟 他呢其實還跟總統一起來剪裁 但是五歲的小弟弟呢 竟然是搶先總統一步 把彩帶給剪掉了你知道嗎 當下他一陣尷尬想說 喔這下要怎麼辦 總統還沒剪他先剪了 結果下一秒真的 馬上就被站在後面的總統爺爺 翹翹頭了 前方小朋友排排站 後面站的可是土耳其總統艾爾頓 跟著總統來剪彩 這名五歲小男孩卻比總統還搶勁 人家主持人都還沒cue 小男孩就搶先一步咔嚓 把總統要剪的彩帶剪掉了 這下好了後方總統很傻眼 忍不住出手敲敲敲 小力的輕輕敲了小男孩的頭 連敲三下 旁邊小女孩也忍不住笑了 總統心裡OS想必是 你都剪了我剪什麼啊 接下來小男孩想亡羊補牢 把剪斷的斷帶抓在手中 假裝沒剪過 另一個小男孩也很精靈 彩帶特地舉高高 讓總統開心剪 好不容易完成剪彩儀式 總統爺爺不忘拍拍小男孩的頭 提醒他下次別再這樣啦 記者中間有報導 單恨 所謂 独白 總統 concret 不 由 感谢观看